恩女移动,一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一点关怀,一点安慰,随传随到 快点来扫一扫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恩女移动Apps 免费领取迎新礼品吧 她没有想过移民去卡加利 好像是较偏僻的地方 我们在香港的人不是那么熟悉 天气冷,风吹了我的头呢 我就会有头风,会头晕得很厉害 又碰上新冠疫情 都封城了,要关门,所以就没有了工作了 在这里有很孤独的感觉 坐在家中呢,只有儿子跟太太 很烦躁,很容易烦躁,而且开始失眠 值钱的努力,可能前功尽弃 真的要用到香港带过来的钱 感觉每个月好像都在烧钱 那时我很想回香港 因为知道自己的情绪非常不好 班福镇是位于加拿大阿尔伯达省 班福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小镇 每年有超过400万访客 来到这里观光度假 使班福镇成为家国的度假胜地 被山巒环抱的班福镇 坐落在海拔1400公尺的高山之上 虽然这里地势高,但是气候相对温和 冬天最高气温平均是摄氏0度 而夏天是21度 班福镇是一个只有4平方公里的小镇 住屋有限,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小镇的居民 要以班福镇为家庭的 就要符合政府设定的多项条件 同样的,香港人曾小山Fiong 在2019年申请移居卡加利 也要符合加拿大政府所设定的条件 当年小山以工作签证申办移民 我是用工作签证过来的了 因为我之前有飞过来面谈 那我的老板就聘请我 同时我在那个时候去多伦多生了儿子 因为我弟弟在多伦多 本来没有想到说去加拿大生孩子 但我弟弟建议说 姐姐啊,你不如来加拿大生产 也有想过去我弟弟那里 又或者去温哥华 但听说呢,这两个地方呢 很难呢,办移民 后来呢,我有个干哥哥 他家人在卡加利 他就办移民 就邀请我们一起去申请 本来呢,我完全没有想说来这里 因为这里好像是叫偏僻的地方 对我们在香港的人不是那么熟悉 之后呢,我就跟干哥哥过来 看看环境 那当时呢,我当时11月过来的 天气呢,还可以接受 刚抵达时 小山和家人只是住在Airbnb 要经常搬家 后来,因为他们在当地的 华人教会参加崇拜 认识到一位基督徒 才找到稳定的居所 有一个礼拜他说 哎呀,惨了,我这个礼拜又要搬了 原来他们住在A&B&B 他说这次就会搬得很远 到山顶 有一天突然睡醒 我有一个冲动 我想去探望他们 我就去了 见到他们就跟他们谈话 看看他们能不能够适应 始终都是新移民 而且天气这么冷 那天还是零下二十几度 还是非常的冷 我知道疫情已经开始 我家每平常 每年都有很多亲戚朋友 过来探我们 住在我们家 但我知道因为这个疫情 他们不可能过来 我就说 你们这样搬来搬去 也不是办法 不如你们暂时住在我的地下室 这段时间 不会有亲戚朋友来了 这样的环境 他们不能来了 你知道的就给他们住了 我说你们住到 你们买的房子再搬走了 刚开始没有困难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是抱着旅行的心态 去探索 当时觉得 好像很多东西都很便宜 牛排很便宜 心里很开心 还没找工作 还没开始担心 没多久 移民初期的蜜月期 随着新冠疫情 进一步恶化而结束 2020年初 小山开始面对经济压力 来了没多久呢 就遇到疫情 我在二月拿到工作签证 但是因为疫情 我的老板呢 要关门 所以呢 就没有工作了 虽然我们从香港有带钱过来 但是最初呢 因为预计有份工作嘛 那老公当时呢 还没有找到工作 所以呢 就是真的要用香港带过来钱 感觉每个月都好像在烧钱这样 非常担心 当时呢 每天呢 晚上都哭 睡不着 我必须要开始找工作 找工作的时候呢 开始有些担心呢 因为找工作也不容易 做过餐厅的服务员呢 做披萨呀 也在橱柜公司呢 做包装的工作 也找这个朋友介绍 丈夫的工作收入不算高 也不稳定 他们正在苦无出路的时候 另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基督徒 突然向他们伸出援手 其实我认识菲恩呢 是在2020年的4月 那时疫情很严峻 那我姐姐就打电话来 她说 她在香港的同事移民过来 Calgary 她说 她很需要帮助 问我可不可以帮她 我立刻说 你给我她的电话 我立刻联络她 透过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她 就知道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菲恩她不能去找第二份工作 但是 Gary可以找工作 所以我四处打探 看哪里缺人 可以帮她找份工作 有一个姐妹 她在老人院工作 那里因为疫情的关系 需要很多人手 那那位姐妹人很好 很愿意帮忙 就让Gary进去做这份工作 在院设里 做清洁的工作 做家务管理 要跟程序去做 而且真的会造成 手不过敏 有很多杂物工作 要沾水的 沿着食疹 很痒 我从早到晚都很痒 回到家 累到坐着都能睡着 吃完晚饭 就去睡觉了 小山虽然不用上班 但是生活 也要面对不少挑战 她除了要负起 照顾家人的责任之外 还要面对严寒的天气 尤其是冬天这段时间 丈夫去上班 那因为我们只有一部车 那我就带着儿子上学 放学 就必须要搭公车 在公车站都要等嘛 而且下了车 还要走一段路 当时风雪很大的时候 就很冷很难受 儿子很乖 每天早上呢 都要很早起来 其实车程很短 开车十分钟就到了 但是坐公车呢 要一个小时 然后下车还要走一段 当时她还很小 上幼儿园 那我都已经穿得像个粽子了 她也像个粽子 我抱不动她 一定要她自己走 那她也很厉害 很坚强 就是风雪就这样打在我们的脸上 她就低着头继续这样走 就是我很怕风 来到这儿呢 天气冷 那风吹了 吹了我的头呢 那我就会有头风 我就会头晕得很厉害 所以我很害怕头晕 头晕呢 我就没有办法做事 无法照顾孩子 曾经呢 我头晕 但是呢 儿子在旁边 我就跟她说 你要乖啊 妈咪头晕很不舒服啊 她就很乖 自己一个人玩玩具 那我就躺在旁边 等我丈夫回来 有的时候呢 我头晕得很厉害 我还会呕吐 曾经 我跟儿子出去玩滑雪橇 玩完回来呢 刚开始啊 没有想到会那样不舒服 怎么知道吐了十几次 吐到连胆汁都吐出来 要适应异乡的生活 夫妇俩情绪不时都有波动 而丈夫原本想着和上一代 在异乡团聚的计划 又一再拖延 使她的情绪更加低落 心态上呢 都是为了下一代 希望下一代好一点呢 移民好像会好一点 刚开始我想呢 能不能我们尽量早一点来这里 适应了 安定下来 等他们上一代也过来就好了 想得很完美 但是永远呢 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来到这里半年之后呢 都有不断地收看香港的新闻 和家人聊天呢 问什么时候可以过来 因为有COVID 他们来不了 那时呢 就有很孤独的感觉 坐在家中呢 就只有儿子和太太 发现自己的脾气呢 越来越暴躁 越来越看什么都不顺眼 很多事情我都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在香港不会这样 很烦躁 很容易烦躁 那时呢 我很想回香港 因为知道自己情绪很不好 而且开始失眠了 每天都是很准时 四点钟起来 我十二点睡觉 四个小时 每一晚坐在那里 他主动跟我说 太太啊 我觉得有些不妥 那他说 如果继续这样呢 不如回香港 他害怕他的这个病呢 会影响到我和儿子 他说 我现在心情不好 会对你们发脾气 但是呢 万一如果我伤害到你们 怎么办 这里是班福国家公园 另一个著名景点 路易斯湖 眼前的雪地 其实是被白雪掩盖 已经结成冰的湖面 被雪山环绕 铺满白雪的路易斯湖 给人一种宁静脱俗的感觉 而接了冰的湖面 就成为了游人散步 嬉戏和拍照的好地方 路易斯湖又被称为翡翠湖 因为湖水含有冰川 留下来的矿物质 在阳光照射下 路易斯湖的湖水 呈现蓝绿色 看见冰雪开始溶解 雪白的路易斯湖 正等待着翡翠再现的一天 同样的 小山和家人 在卡加利也都等待着 移民获批的日子 虽然在移民路上遇上疫情 一家人要面对不少冲击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 因为夫妇俩年轻的时候 都曾经历过上帝奇妙的带领 自小就读基督教幼儿园的小山 年轻的时候 因为父母离异和失恋 让他接受了基督信仰 因为我妈妈呢 就是和爸爸 那个时候分开了 那我们家里面的 这个氛围很不开心 爸爸有婚外情 那给我们很大的打击 那个时候爸爸离家 妈妈呢 想自杀 而且那个时候呢 也是我自己的低谷 我第一个男朋友 我们交往了很久 他也有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当时我很伤心啊 我很想自杀 那一刻好像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你不可以死 我不会让你死 好像神跟我说 我不会让你死 你死了 有没有想过你妈妈会怎么办 当时呢 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也是我妈妈的最低谷 我的老师呢 就带我去教会 在教会呢 一面听诗歌 一面就在那哭 我跟我妈妈还有外婆 三个人就一直哭 神的诗歌啦 神的话呀 就那样不断地 在那两年里面呢 就这样医治了我们 我有段时间呢 就是很讨厌男人 对男人很没有安全感 甚至我跟自己说 我以后不交男朋友 因为我很害怕 我跟天父说 如果我将来呢 将来要交男朋友 或者结婚 一定要让你找 不要我来找 我说不论我多喜欢 不要按我的心意 要按照你的心意 当中我都不敢 不敢交男朋友 就是直到在教会 遇到我的丈夫 我就问天父 这位是不是 你为我预备的呢 也问了牧师 就祷告了很久 那最后才决定 在一起这样 小山的丈夫 也在她年轻求学的路上 经历到上帝 一步一步地带领 以致找到她喜欢的工作 原本打算中学读完之后呢 我就到澳洲读书了 但那时候呢 申请了很久 因为一些文件问题呢 打算过去读商科 申请了很久呢 又没有被录取 尤其英文能力都不够 就放弃了 不申请了 留在香港读书 在香港呢 读电脑的 读这个电脑工程的课程 其实我是读文科的 所以去读的时候呢 都很吃力了 有人建议呢 去做义工 试试其他工作呀 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 当时呢 是2003年的SARS 我还是去一间 智障人士的庇护工厂 在那里做义工啊 到了工厂的时候呢 发现跟他们 见面相处啊 觉得他们很真诚啊 我也很开心啊 在彼此互动之下呢 我也觉得很好呀 开始喜欢社会服务 这行业 开始也尝试 有人建议我去 报读社工啊 看看行不行 当时呢 没想过读这一课 成绩也不是很好 那这一课 实在很难考进去 打算去试一下 不行就算了 然后很奇妙的 当时不用面谈 可能是因为SARS的原因 就进去读了 毕业之后呢 又做了两年的宿舍 智障人士的宿舍 也去工厂做 之后呢 也想尝试一下 做社工 去找其他不同的领域啊 找到青少年服务 做到2019年 就移民过来了 来了卡尔加利 上帝的带领 一直没有离开他们 小山一家 每晚都会一起祷告 寻求上帝的帮助 所以 移民路上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仍然布满了 神的恩典 有一天呢 很奇妙 当我老公在开车的时候呀 我就看到 有一个广告牌 写着Christian School这样子 那我就继客 记下那个名字 上网去查看 诶 原来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哦 继续就着查 觉得这间学校很好啊 那上网看 发现 哇 明天就截止报名了 所以我继客就报名 那刚刚赶得上报名 那这间学校呢 要面谈 还要面谈两次 那其实 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还要用英文面谈了 整个小时 那当时呢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自己可以沟通啊 结果最后呢 就录取了我的儿子 到现在为止呢 他就读得很开心 也很喜欢这个学校 还有当时呢 我们买这个房子 也是很奇妙 当时我们看了 一百多间房子 因为我们要考虑 预算问题 房子的造型 适不适合我们啦 地点呢 是不是靠近学校啦 不料那间 竟然被人抢先 下了订单 但是那一刻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有信心 我觉得 这间屋就是 是神预备给我们的 我还跟经纪说 我说 你不要怕啊 直递去我们去试 如果那个人 买不成的话呢 再通知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说我 不料第二天 他对我说 我从没有遇到过 他说 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真的不买了 很奇妙的 连那个经纪 都说很奇妙的 除了在找学校 和买房的事上 看见上帝奇妙的安排 小山的丈夫的情绪问题 也都慢慢地得到舒缓 家庭医生呢 就给了一些 退黑激素 让他睡好一点 因为他睡不到 当时呢 也问医生说 要不要转介给 这个专科医生 他就说 不要了 那幸好呢 我丈夫从事 那个行业呢 他自己警觉到 自己有问题 幸好呢 他也愿意说出来 跟我太太分享 或者跟我的朋友聊 比以前聊得更深入 包括一些在这里的经历 一些的情绪 不开心的事 我会更加多些 跟别人聊 那么别人会明白的更多 过往在香港 或自己的背景 都很少说自己的感受 有事一定要说出来 就会开始慢慢好起来 他也知道呢 这种病呢 可以很严重 他说呢 如果继续下去呢 随时很难走出来 所以当他一警觉到 自己开始不妥 他就说 最差的情况呢 就是回香港了 他不想说 因为搞到 就是严重的抑郁呢 甚至影响到家里人 这样他不想 丈夫的情绪 稳定下来之后 决定留在卡加利 继续在老人院工作 一年之后 想不到加拿大政府 推出一个移民新项目 使他们的申请出现转机 给一些来加拿大的人呢 三年内做了一年的工作 是符合移民工作项目的 这些工种 就可以申请了 刚巧呢 我在2020年5月入职 当推出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也是5月 刚刚刚好呢 符合一年 我也做过清洁的工种啊 刚好就是这个计划里面的人 我就去申请 当时5月申请呢 到了11月 12月 加拿大政府呢 就通知我们 去香港申请这个良民证 去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文件要补齐 11月12月左右呢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呢 就拿到了永久的居民身份 很感恩啊 就是如果不是 丈夫的这份工作呢 我想我们现在还在等 如果呢 是我用申请人的方法呢 现在都还在等待中 我想我们的每一步呢 都是神的带领 如果不是的话呢 不会有这么多的刚好巧合 不会这么刚好认识 就是我同事的这个妹妹 而她呢 介绍这份工作给我丈夫 而且这份工作呢 是这么刚好 做足一年 让我们呢 可以移民 也许 天色未应许 常冷 错切也不端账 但路上有神同我 你怕失与孤单 我知 主人定天天伴随 教我再不忧虑 搭着步与神同我 将英箭尺 今凤凰拆路去 断尽力与神同帮 在一生里为山 不枉后退 其实经历了这两年后呢 让我更加觉得神的存在 真实地陪伴我们 无论我们是在高峰还是低谷 都一步一步地带着我们走 这两年呢 我就发现 你要紧紧地抓住他 是很痛的 这条路不容易走 但他 他一直都陪着我们 在过去这两年 我真的看到 他们怎样的信靠神 不是说一套 做一套 而是他们真的用 他们的行为 见证了他们的信心 移民路上碰上新冠疫情 令原本不容易走的移民路 变得更崎岖艰难 虽然沿路跌跌撞撞 但是小山与丈夫一直 坚持等候和倚靠上帝 最后经历到耶稣基督 奇妙的带领和赐福 多谢大家收看恩语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 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